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其實我以前說老實就是比較傳統保守一點 所以對於打破規則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以前是比較不太能夠接受的 可是現在我會想要來一點不一樣的 然後其實也可以刺激自己的一些靈感啊 然後也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想法 小時候大家都會喜歡大眼睛的女生 但我就卻喜歡細細長長的眼睛的女生 比如說吳倩蓮啊 會不會太久 自己講完之後 吳倩蓮好久這樣 但我就覺得她很美 我覺得她是有她自己的味道跟韻味跟特色 所以不是說定義說大眼睛高鼻子 或者是瓜子臉就是美 我自己都很相信所謂的相有心聲 所謂的相有心聲 你要很清楚知道 你想要成為一個怎麼樣的一個女生 或是怎麼樣一個人 你就會慢慢的往那個方向走 而且那個方向就會形成一個 屬於你自己很獨特的美 因為最近天氣實在是太熱了 然後我在想說 人類早晚有一天會被自己熱死啊 然後就想覺得這個環境其實很重要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 現在的人都比較像是二元論比較多 但是我希望就是在創作上是一個有流動的感覺 所以我用了蠻多的布還有光影 然後對我來講光其實算是生命的本質啊 然後再來就是我用了一些花 花代表就是生命 然後就是環境流動還有靈魂 這是我想要放到畫面裡面的 錦華姐在表現器上面她很放得開 然後非常的自在 我幫她跟楊志欽做一些很快的動作 我們當時會覺得說這個部分可能 工作時間可能會稍微長 但其實沒有她很精準 然後很快速的把情緒做到 不會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演員 然後這次拍的就是一個創新和改變 其實我這上面看到蠻多她不一樣的面向 其實我非常喜歡這個主題 因為其實在我的創作當中 其實我就是一直想要挑戰一些打破規則 但是其實打破規則這件事情 教會我的其實是一群小朋友們 舉例來說他們是用著拳頭去拿筆 然後其實在我的創作裡頭 我也是盡量就是照著他們的姿勢 去繪畫出來我想要畫出來的東西 然後更我也會用手啊 或者是我可能手邊拿得到的素材 去沾上飲料去創作這樣子 那小孩子在玩的感覺 做過一點也OK喔 今天再來的路上我還跟我的同事講 就是說欸我今天要看到蘇媽媽了欸 心情就是是非常開心的 然後因為其實我一直有在關注她 看到她很多自己私底下的一些動態 我都覺得她其實就是一個很幽默搞怪的一個女生 然後我希望就是這一次能夠盡可能就是打破她 以往給大家的形象 然後讓大家有 對她有一個新的面向這樣子 我聽到Game Changer第一個概念就是想說 好像就是一個改變規則的人 然後我自己其實一直對一些夢境什麼的都很著迷 我就想說夢境跟現實 會不會也是某一種Game Changer 現實生活中裡面你沒有辦法實行的東西 好像有時候它就會變成在潛意識裡面 就會由夢境去表達出來 我有一次就夢到 在我宜蘭的外婆家的庭院 上面的一個羅漢松的松樹上面 就有一隻螢幕 它是綠色的 全身都帶滿寶石 然後我就覺得那個畫面很漂亮 我就想說那我就把夢境裡面的一些元素集取出來 然後變成現實生活中可以看見的東西 其實我這次讓她發揮自由空間比較多一點點 因為平常我在拍照的時候 其實會讓藝人他們比較像照著一個劇本去走 這次我就比較想要像是夢境一樣 就是她可以去在她夢裡面自由的去做一些她想做的事情 那我就變成說我是這個儀式的東西 我就是先給她一個空間 然後讓她去做夢在那個空間裡面她可以怎麼樣發揮 在平面上面她其實也可以很知道她想要表達的東西是什麼 我覺得這滿厲害的 因為我是太時常做夢了 而且那個夢各種狀況情緒都有 有好笑的 然後也有很恐怖的 然後也有很悲傷的 也有很累的 很好笑的是我依稀記得是好像我被壞人追逐 然後壞人在跟我一些打架的時候 然後壞人不知道做了一個什麼動作 可能一個落空然後沒有揮到我 然後就在我面前 我這當場就笑出來 我先生在我旁邊他就說一直推我 想說我怎麼了 然後他邊推我邊醒來的時候還在笑 這是我第一次夢到這麼被夢笑型的夢 其實這一次拍攝都是我以往沒有拍攝過的一個氛圍跟狀態 像Trolly她是比較有些動態 她還滿會抓我在動態的 不管是身體的驅動跟表情的變化 我覺得她都有抓到很活潑的那一面的我 後面會有一個仰視鏡製作平面設計的 那她也是有跟我討論說 她希望我可以以什麼姿態、狀態、體態 然後去跟她的設計做一個搭配 然後她是希望我可以在地上做地板動作 其實我從來沒有過 真的 這是我第一次 那這一次永華她是比較夢境 帶一點點戲劇的 比如說我跟動物們的互動 有一隻鸚鵡 那我要在鸚鵡的後面跟鏡頭的互動 帶點什麼樣的感受 我覺得那個也是滿戲劇化的 其實這一次真的滿開心 可以跟這麼多非常有才華的人一起工作 然後去發掘我自己都沒有發現的另一面的我 所以這一次非常開心 ok 我的好朋友剛剛認識的 我的好朋友剛剛認識的 看哪有跟Runy 好